他是一郎来看这成立42年的台北点点摄影俱乐部 在北市艺文推广处第一展览是展出了2018双年展 呈现了24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 透过光影构图变化拍下了影像瞬间 用抽象韵律跟故事性这些特质来诠释作品 推广摄影艺术 犹如绿色彩带高挂在静谧夜色 自意舞动给人幸福感的北极光 想拍摄不容易得忍受北国漫漫长夜的天寒低温 光它的出现率不是那么高 它是不定期的 拍到这两张作品的时候是在雪地里面占了9个小时 这是台北点点摄影俱乐部2018双年展的作品之一 两年一度的连展今年主题 零运点点不限制摄影题材 透过光影构图变化 作品有的呈现有如抽象画作或是泼墨山水 甚至饶富故事性 掌握瞬间影像变成永久 是摄影艺术家对美学的坚持 这回连展有24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共同展出 相互切磋也相互回应 有几个对风景已经是我们国内的大师了 所以拍起来非常经典很震撼 那有几个去取材社会现象 即使也达到这种所谓的社会关怀 展期从即日起到29号 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第一展览室展出 欣赏摄影美学不同面貌的艺术风格 记者朱培之 李世健报导